那么远规台风一整夜的强风骤雨 也造成了光复乡境内多出的路数倒塌 河水暴涨 光复乡场林清水一早巡查全乡 除了是马峰西破堤 大量沙土掩埋了水稻田 另外在大新村也有老树不抵强风吹袭倾岛 阻断了道路也压到了一旁住在屋顶 索性都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远规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东台湾 一整夜的强风骤雨 光复乡场林清水一早报并巡查全乡灾矿 来到马峰西这处水稻田 大量沙土顺着马峰西破堤缺口流入 淹没了这块水稻田区 来到2001年 逃之风灾重创的大新村 这棵老荣树也不抵原规 强风吹袭硬声倒塌 粗壮的树干不仅阻断交通 庞大树灌幅也压到住宅屋顶 乡长林清水也即刻调派 开口契约厂商来到场处理 先行回复通行 气象局指出 远规台风外围环流连续呈现 调装通过带来狂风暴雨 造成的光复向境内多出露宿倒塌 乡内清水溪 花莲溪与马台湾溪多条溪水河流 溪水暴涨 乡长林清水不放心 一早报病巡查 远规台风已远离 虽然为东半部带来强烈的风雨 不过光复向仅有灵性灾情传出 并且也在今天已抢修完成 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时遇蓝光复采访报道